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哈佛音十二章到三十六节的下半节 就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在情中中间的侍奉 他的ministry已经告了一个段落了 那么现在十三章起呢 他开始要在最后的时间里面教导他的门徒 我在初初开始讲解这个尤哈佛音的时候 我曾经向你们怎么说 整个的尤哈佛音实际上两个字 虽然这个各位听了以后你觉得很奇怪 整本的一本佛音说这么两个字就会把他讲明白呢 是的 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是个来 来去的来 什么意思 那十二章里面就是证明主耶稣基督是从神那里来的 祂是神的儿子 祂道成若生 祂是从神那里来的 别的宗教是人去造上帝 是用人的思考来做成一套的宗教思想 我们用人去造上帝 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呢 是神来造人 是祂到世界上来 所以主耶稣自己也讲 人是来 那是要寻找针灸世上的人 所以祂来 祂到世界上来 懂你懂我们不一样 祂是从神那里来的 但是十三章起到什么了呢 讲一个字 讲去 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开始要讲到 祂离开这个世界 要回到父那里去 换句话说 指着十字架的世界就一来一接近了 十字架的阴影 本来是整个的一生 从祂出生 一直到祂定舍字架 这个舍字架的阴影是一直在那里 但是现在在十三章起 那是比较更清楚 那是各位注意的话 在这几章圣经里 去去去去 这个字是占多数 那今天的十三章的一节 到第十七节呢 是祂在对门徒们讲的最后的一库 一个公库 这里告诉我们说 一夜节以前 换句话说 你们知道的 这个是犹太人最要紧的一个节旗 祂耶稣基督定十字架 也就是在一夜节的时候 所以祂是这个 这个一夜节的羔羊 是一表他自己 是一表神的儿子 所以诗旭尤诺曾经 介绍他说 看啊 这是上帝的羔羊 就是因为 祖耶稣定十字架 是在一夜节的少 那么这个一夜节以前 意思说 他们吃了晚饭 然后的时候 他们要吃一夜节的盐线 这就是一表要吃一夜节的盐线 还没有到了 这个耶稣基督已经知道 祂离世贵妇的时候到了 所以这个圣经给我们看见 祂现在这个时候开始起 祂是最后的一段路程了 但是在那个吃晚饭的时候 圣经给我们 一件非常要紧的事 给我们看见 一件非常要紧的事 主要说就拿一个盆 倒满了水 那么他也脱去了他的衣服 拿个盆倒满了水 然后拿一个毛巾缩腰 他就开始给 同他一同吃最后晚餐 这个一同吃晚饭 一同吃最后晚餐 那一些门童们 就给他们一个给他们洗 给他们洗卷 哎呀 当我看到 他脱下他的外袍 脱下他衣服的时候 我就使我不能不想到 主耶稣基督本来是在神的荣耀里头 他是那位永生的神 他今天把他自己 那神 是真正的神 脱下了 他穿上了我们人的肉身 成为一个人 现在要临着定舍之下了 他把他进入世界上的那一件外袍 穿着外袍 把他脱下来 他做什么呢 他脱下来 他又拿着水 来给这个门童们洗卷 这件事做的时候 这些门童们不懂得他做什么 没有人懂得 他们觉得很惊奇 那么惊奇中间没有人讲话 唯有北德开始讲话 轮到北德的时候 他对北德 就对他讲说 福智啊 你给我洗卷 这不可以的 他不要主耶稣给他洗卷 我心里请问 有哪一个老师给学生洗卷的 他洗到北德北德就不肯 但是主耶稣给他讲一句话 他说若是你不让我洗的话 你就同我无问无关 哇 这句话就很重要了 无问无关的意思 就同主耶稣完全脱离了 我有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想想看 已经信了耶稣 而且承认他是神的儿子 承认他是基督 而且是真正的完全相信 也是真正是他的门徒 同他有这么样一个关系 现在为了不要让主耶稣洗卷的话 是同他无问无关 那表明耶稣给他们洗卷 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为此 这个天真的 北德怎么说呢 他说这样的话 那么你连我的头 连我的手都要洗 连我的手都要洗 我每一次头到这里 我就想到 北德实在是一个很可爱的人 将来到了天堂上 我一定要找这位老兄 我也要跟他好好谈一谈 如果不是他那么傻里傻气地讲话 不是他那么傻里傻气地做这些事 有很多重要的真理 我们实在不晓得 那主耶稣基督听他讲了以后 就给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 吸过澡的人 只要洗卷 就可以干净了 这是主耶稣基督 给他们洗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他要给我们门门都洗卷呢 实际上讲起来 这个干净了 那不是指着外面的身体上的事 他实际上指着什么呢 指着主耶稣基督他对这些的人 这些跟随他的人 他们的罪孽蒙了主的恩迭 因为他有舍罪的权柄 已经把他们洗干净了 特别是象征主耶稣基督 他顶十字架 他流血 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 每一个信徒 每一个门徒 我们都是如此 但我们在地上行走 未免要沾染污秽 为了这样的缘故 主耶稣说 你们要尝尝洗卷 使你们的前身得干净 我们大家都晓得 戴德圣先生 他是一个英国的信徒 对中国内地的灵魂有负担 他开始唱办了中国的内地会 就拆迁了这个外国的宣教士 到我们中国内地来 来传福音 照着他的传记和那些 倾经他的人告诉我们 每天晚上 这位神的仆人 他那样有信心 宠不监管 就是凭着信心 把这些宣教士带到中国来 他们最多的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 完全靠信心 像这样一位有信心的人 可以说真是在神的过渡里面 是个圣徒啊 这些借经他的人讲 他每天晚上 他睡觉祷告 睡觉以前的祷告 没有本人罪的 人家问他为什么呢 他说我不要让我思想中 有一点点的罪我的毒气 留在我的里面 留在我的血痛里头 让他将来成为我的独留 我要把他洗得干干净净 像这样一位圣徒 他都经验这件事 我敢相信我们每一个信徒 我们听见主耶稣这话 实际上我们要实行 为什么呢 未免我们看见的 我们听见的 我们得到的 我们所接触的 我们未免要战然误会 但感谢上帝 主耶稣的保障是永远有功效 圣经说 我们如人自欺的罪神之性质的 是公义的不要赦免我们的罪 要洗净我们的不义 这样是我们整个的人 无论在什么时候 我们可以完完完缺缺 干干净净的 那我兄弟曾在塞亚托的教会服事 有好几年 这个教会真正的开始是完全建立在他们的大学生的团体的 这个大学生团体实际上是塞亚托教会的一个根 在教会还没有以前 这些年轻的大学生 查经 礼拜五的查经 祷告 是非常非常热心 但我到了他们中间 我就发现一件事 是这个团体的团职的地方 是什么呢 当他们的聚会就在冷淡 就在湿气的火烈 没有这个好的宿敛空气的时候 他们把宿敛的活动都停止了 他们全体的这个汽油就跪在神里面前 论罪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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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了一个论罪的祷告会 我要发现一件事 什么呢 当他们这样祷告了以后 哇 他们聚会的空气就不一样 他们在神明前 读经的领受也就不一样 他们服侍族的热心 仍然就是非常的火热 所以我就真看见出来 这个信徒肯在神面前论罪 求接近的话 实际上保持我们 在神面前那个追求的心 热心服侍族的心 也是生活圣洁的 一个非常要紧的闭捐 因为我个人服侍族 这五十多年来 今年十二年 有五十八年了 这个五十八年的 时间佛事主的时间里面 我真正的发现一件事 一个教会的佛心 尝试从悔改的祷告 我这祷告中的悔改 我这悔改的祷告来的 我在台中 出租到那里 没有过意的教会 我们开始的时候 这九个人 但我们中间有一栋 这个教会分裂 剩下了一小站的人 但我们怎么看见神的恩典呢 就是因为我们 大家晓得我们自己的恋爱有限 教会有了问题 杀他的攻击 我们怎么可以得胜 我们怎么可以佛心 我们决定了 每一个月的头一个礼拜 我们光是读经不讲道 完了用我们大家一起祷告 我们初初这个八九个人 一会儿就到十几个人 但感谢上帝 到了第三个月 那一个礼拜的祷告的中间 忽然间晚上 圣灵就充满我们 我们有人唱灵歌 真的唱灵歌 因为这个是咱们上没有的 我们正是看见我们的流泪祷告神就 就这样的圣灵降临给我们 教会就开始这么复兴起来 在三个月中间 我们有四十度假的人 归族 一会儿教会就 一来一大 就是我们那个小小体会地方都不够 我正是经历这件事情 教会要复兴 必须要有悔改的祷告 主耶稣在这里说 你全身干净的 只要洗脚 你就干净了 但是呢 主耶稣的洗脚 还有一件非常要紧的事情 他怎么说呢 他说他怎么做 他要我们也怎么做 他这么做是做榜样 他说他 我们称他为主 他上去洗我们的绝 我们称他为 当时的门徒 我们称他为夫子 他我给你们洗脚 你们 也应该照着做 我们可以留下榜样 不能怎么可以大于主人呢 猜人 猜的人 怎么可以大于那个猜他的人呢 主耶稣基督他都做这件事 那么你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呢 他要叫我们这些门徒们 信他也要做这件事情 虽然我兄弟从前在西方的人 从前工作 我曾经到过一个地方 一个进行会去讲道 但我发现呢 这个进行会 隔壁另外有一个进行会 很近很近 就是隔壁 我觉得很奇怪 同样进行会 为什么在一个地方 有两个进行会呢 结果他们 那个不是告诉我 说我们有分别 分别是那个进行会 每一次他们举会的时候 要洗脚的 我们这里不洗脚的 我听了就有点好笑 我觉得这个是很奇怪啊 这就是为什么进行会 他们是自由派 他们是 坏句话是自主的 不像别的那样子的 那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他们就另外 就开始一个聚会 那我的意思不是说 请你们也量求助赦免我 主的意思 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 实际上都要怎么做 用个水来给人洗脚 不这个是个意思 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知道 犹太人的一个 最要紧的一件事情 就到一个客人 到人家家里面去的时候 这个主人 一定要打发泼人 在他门口 所有张水的水膏 拿水来 要给他们洗卷 洗干净了 他们再上去 再进到里头去 所以主耶稣去做 怎么做 最要紧的目的是什么呢 最要紧的目的是 告诉我们门徒们 说我们今天信了他 我们今天接受他 从我们的主 我们的人生观念 我们是个服侍人的 我们是仆人 主耶稣自己也讲 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那是服侍人 并且舍命 做多人的说价 主耶稣当门徒们 他讲辈子真大的时候 他说这是外邦人心的事 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的 你们中间伟大 都要服侍人的 你们要做大的 你们要成为最小的 真正的基督徒的人身 观念是同人家不一样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是为了我们要服侍人 有一个人呢 说一个比喻 一个意义 一个逆言 讲得很好 他说啊 他说他到地游里面去参观的时候 都看见这个地游里面的这个人呢 他们吃饭的时候很长的一个桌子 大家两排对面坐在那里 而且什么呢 而且这个筷子很长 好像湖南的筷子一样 筷子很长 但是呢 这个地游里这些人都受得不得了 东西都有 吃东西都有 大家都受得不得了 他为什么呢 因为 统计主的不一样 他周梦都要摸进天堂 天堂上也是一样 这个吃饭的桌子很长 但是筷子也很长 他们每一个人都吃得简简壮壮 他说这个分别在哪里 他分别是这样 在地游里的人筷子很长 他见不到自己吃 他也不肯间隔别人 对方吃 所以对方的每一个人都握了 握得瘦瘦的 天堂上不是这样 信主的人 他就拿这个铲筷子 不是间隔自己吃 那是间隔对方吃 那对方也间隔他吃 所以他们这个悲驰之间的人 长得很健壮 虽然这是一个逆言 能想出来 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 真正的话 我们基督徒的人生 是服侍人的人生 有一个 他另外一个逆言 就叫了什么呢 就讲到说 有人到了这个楼檐里面以后 天使就带他参观 没了解说 把他带到一个天堂的伯父馆里面去参观 这个伯父馆里面成立了很多 这个耶稣基督徒在地上 所有的这些做故事人的东西都有 十字架了 冠灭了 这个经济冠灭了 还有他的衣服了 还有什么 什么东西都有 但是呢 连他们吃圣餐的做字了 堆字了 这个盘子了 什么都有 但这个人 看了一遍以后啊 他就问那个天使 他说奇怪啊 他说主耶稣基督 给门徒 洗凸的那个盆子 和那个插凸的那个手巾 怎么不在这里面呢 那个天使说 我们现在还在用 有意思吗 真有意思啊 真有意思啊 但是我们现在还在用 真的 我就觉得我们现在离开 主耶稣基督 实际上跟我们上的功课太远了 我们想世界上一样的观念 觉得比人家服侍 像是一个夫妻的 是应该的 算是伟大的 实际上我们不是 我们是下来的 我们是一个不是 不是伯仁的一个生命 我们是应该服侍人的 这主耶稣基督 今天主这件事 最要紧最要紧 我敢相信这些门徒们 从那一天起 他们有个 结大不同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远古 司徒行灾 第二章 当圣灵用了北德 传了佛音 这么几千人 信主以后 那个教会的侍奉 马上就出来 悲斥侍奉 所以他们有最好的团契 那我们心里实在 相差的太远 门不了一样 我要同你们奉向的 为什么主耶稣做这件事呢 因为在十三节的气头 主耶稣还没有做这件事情以前 说了什么一句话 他说 他爱世界 说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那吃晚饭的时候呢 圣经就告诉我们了 他就礼节 脱去衣服 拿一个毛巾 倒一盆水 就给他们洗卷 若是把这两件圣经 连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看见一件事 看见什么 主怎么做 有个非常强烈的暗示 他虽然是我们的主 他虽然是我们的夫资 但是他爱我们 爱我们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爱我们到一个给我们洗卷 这是一个最肮脏 最低沉的一个工作 这就为什么远过北的 不可能拿他洗 我记得在 我在香港佛事教会的时候 有一个弟兄 有几个礼拜没有来聚会 所以我就去探望他 那礼拜他完了以后 聚会完了以后下午 我就去探望他 我从省事我去探望他 见到他家发现了 年来他什么呢 年来他就生了毛病 非常地肿 肿得很大 什么样的病 我们不清楚 就肿得很大 所以他不能下地肿路 为了这样的员工 而且这个病的已经病了两个礼拜 所以这样他有两个礼拜 没有来聚会 那么我们晓得呢 我们跟他谈谈 告诉他今天这个礼拜天 我传你什么信息啊 一杯带他祷告啊 所以临着一杯带他祷告的时候 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我也为你的救祷告啊 哇 他就说 那是不可能的 他说 这个就是最肮脏的方法 怎么去麻烦我的主啊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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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你不能为我这个救祷告 我听得就好笑 我真的好笑 我没有办法 我不能把这篇圣经念给他听 我说你不要认为 我们的祖怎么大 他神的儿子 现在高高地住在 神的右边 神宝座的右边 不要忘记 他在世界上曾经给门徒洗过绝来的 你想这么一个低位的事 神都做 主耶稣都做 你想还有什么事 这个主爱我们 他不跟我们做的 结果他让我们给他祷告 也感谢主主听祷告 这个他一会就很快就好了 那我从这个古词里面 我实在发现一件事 我们的主真是爱我们 连我们的主他都给我们写 你看哪一样事情他不给我们做 我最近因为我内人故事 我就开始因为悲伤的关系 我就develop一个头晕 找不出年因来 此后呢 或者是什么年因呢 我上个礼拜天 正好是在Polens教会讲到 就是那个南湾的华人教会讲到 我讲到以前这个头晕 哎呀我说他怎么起来能够讲到 但我就祷告 我说主啊 你无论如何让我 今天在这个教道以前 这个头晕就把我拿掉 为什么呢 因为难得来 这个教会跟我从前腐尸的 感谢主 但我一站起来 一开口讲 这个头晕就没有了 不但如此 而且我讲到的精神声音 像从前一样 讲完了以后 他们这些弟兄们 姊妹们回上来说 哎呀你的声音还是一样 但是他们不知道 不知道我站起来一切 我又能够头晕啊 我叫别人知道 不讲道了 但我知道我的主 他爱我 哪一样是他不肯做 这要托他的喜悦 毫无他的旨意 没有就不做了 各位朋友们 让我最后给你讲一句话 信主的不信主的 我告诉你 主耶稣整个的一生 只有一个信心 神爱世人 主耶稣我爱你 为你祷告 主啊求你纪念 听我们的祷告 帮助每一个信主的人 和不信主的人 让他们知道 你的爱活动伟大 从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您是否愿意 和您的朋友 一起来分享 这一份爱的礼物呢